没错,这玩意是带动作感应的 不过一个武器带动作感应 那可真的是太秀了 哈喽大家好,这是韭菜的慈耳屏实践 那么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那种 明明剧做的很烂啊 但是偏偏玩具做的呢 出乎意料的有趣的情况呢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个这样子的玩具吧 没错,那就是我们的罗索 以及布鲁奥特曼两个人使用的我们的奥特回旋闪光 我们的罗布奥特曼的剧到底有多烂啊 相信应该不用韭菜多说了吧 我个人心中它是新生代最烂的一部奥特曼作品啊 但是呢,它的这个玩具啊 拿到手之后呢,却出乎意料的不错啊 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个头 这个大小在奥特曼的变身器里面 真的算是独一份的了吧 同时呢,它的这个配色红蓝黑啊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配色啊 只不过呢,它的这个造型啊 让我感觉有点像健身房里的那个拉力器啊 两边的这个把手可以向两侧拉开 那么至于为什么会说它出乎意料的有趣呢 那我们就得把它正面的这个盖板给它打开了 正常呢,是要放入我们的那个水晶 然后盖板呢,才会向两侧弹开的 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偷个来啊 直接按动这边的这个按键 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啊 这上面布满了这种像雨点一样的这种水滴形的空档啊 一开始呢,以为是我们的代哥又偷工减料啊 弄得中奖这么的严重 但是仔细一看才发现 这个是代哥故意的啊 弄得这种水滴一样的造型 那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先给它开个机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光线透过我们的那个水滴出来的那个光啊 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我们这里呢,就来拿一个水晶来试一下它的变身效果吧 我们找哪一个呢 就随便找一个迪迦的吧 不过这里呢,要吐槽一点啊 就是它的这个DX的这个水晶 它这个角是得要你自己手动去掰的 这一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想要吐槽啊 好了,那么为了我们的灯光效果能够展示的更加充分啊 那我们直接给它关个灯 可以看到啊,当底部的那个水滴跟着灯光开始转动之后 哇,那个光效真的是非常的炫酷啊 而且同时呢,拉动这个把手带动旋转的那一下 会有一个额外的阻尼感 手感呢也是出乎意料的好 当然了,如果只是这样呢 肯定算不上有趣啊 我之所以说它出乎意料的有趣的原因啊 是因为它这一整个系列啊 都有些超出我的预期啊 就比如这个TV中理论上的最终形态的道具啊 我们的罗布奥特曼的变身水晶 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边一共有两个按键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按键 没错,就是我们的台词按键了 然后呢,它底下的这个按键 我们的最终道具呢 好歹是给到了一个自动弹开的这个角啊 总算是不错了,不过不知道是我的这个里面的灯光坏了呢 还是怎么样的 显得这个里面的字啊 看的不是非常的清楚 然后呢,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变身效果 可以看到啊,整体的这个光效呢 依旧是相当的不错的啊 就算这样肯定还是会有小伙伴说啊 那都是最终道具了 哎,良心一点不是应该的吗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点别的 没错,那就是我们的罗布系列的武器啊 我们的罗布头标 这个玩意儿的设计呢 大家应该就觉得非常的眼熟了 没错,跟我们的狸猫的那个忍者刀真的是非常的像啊 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弹刀的造型 同样可以向两边进行拆分 你要说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借鉴呢 反正我也是不信的 那我们就给它开个机 来听一下音效吧 诶,看到这个廉价的灯光 你们是不是觉得不过如此呢 但是它的亮点才刚刚要开始啊 我们来试一下 诶,没错 这玩意儿呢是带动作感应的 不过一个武器带动作感应呢 可真的是太秀了 而且呢我们拿出我们的水晶 再来试一下看看它的联动效果 可以看到啊 第一呢它是可以对我们的金石进行一个识别的 同时呢我们的整个必杀的过程呢 也是全部采用动作感应去触发的 而且这个灯光呢还会根据你放进去的金石去进行一个变色 虽然说呢整体做的呢是有一些塑料有一些简陋了啊 但是这个设计思路呢还真的是加入了不少的狠活啊 连一个武器都这么的秀啊 只能说这个系列的玩具真的是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期啊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罗布系列的奥特曼玩具的一个简单分享了 那么不知道大家还碰到过哪些明明剧做的很烂 但是做的呢却出乎意料的有趣的玩具呢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讨论一下哦 好的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